好 各位好 我們這個場地是Postgrade 不要跑錯 我們第一場是介紹Postgrade 16 由林總席來介紹 我們這邊有準備Postgrade的貼紙 有空 等一下換場的時候有空 可以來前面拿 我們時間就交給他 好 謝謝 喂喂喂 好 應該兩邊都有聲音 好 大家早安 那我這邊就先來介紹這個 Postgrade Sequel的這個第16版 好 那就是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碰面 那在今天的全天的話就是 也看過整個議程也非常的豐富 那就請大家就是可以多多的這個支持 想問一下就是在座各位 是否都已經有加入那個 在Facebook上面有一個Postgrade Sequel.tw的這個社群 如果有加入的可以舉個手我看一下 好 還沒加入的 謝謝 還沒加入的話你就可以打開你的Facebook 然後去查Postgrade Sequel.tw 好 那就可以查到我們的這個 community 那裡面就是會有蠻多這種 大家在 大家在彼此交流的一些資訊 好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最新的一些 Postgrade相關的一些訊息 好 那當中就可以都看得到 好 那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就直接開始 好 好 ouv意見比賽 我們剛才說一波 我們剛才說的一波 對 平行現在的是 好 那在現場這邊還在測試 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這邊的話是在大概一、二年的時候 開始成為PostgreSQL的使用者 當時就是公司比較特殊一點 他們在做這種大型的分散式資料庫系統 當時我們就是透過Postgre來進行開發 也整合其他的open source database 我當時跟永中是在同一間 古博市在同一間公司 那我們就負責在研究PostgreSQL相關的一些應用 所以才會有機會在裡面做一些開發 然後 好 才會有機會在裡面做一些開發 然後在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PostgreSQL的一些發展的一些方向 好 那我比較早期的時候是先從PostgreSQL的FDW開始開發 那當時就是我們大概有做一些套件 就是不管是讓它串接外部的資源 像是Twitter API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環境的API 那還有包含像是這個 就是以前這個MongoDB那時候剛開始出來 對 那我們也有針對它的這個Mongo的FDW來做一些開發 對 那 另外還有當時蠻多的東西也包含這個HDFS等等 那我們都是有在做相關的這些應用的研究 那當時在研究這些東西的目標主要是要做這個分散式的架構 那我們怎麼樣來儲存這種大量的資源 大量的access 然後 不過那個時候是一個雲端在倡議的一個時候 對 所以就是我們那時候做的就是一個雲端的基礎系統 那只是說它做的服務是資料庫的服務 那現在的話其實已經有非常多這種成熟的服務 你們在這個AWS或者是在這個Azure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後來就逐漸轉型 那就往這個Postgre的這些底部的一些研究來著手 好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後續也曾經透過Postgre來做一些產業界的導入 導入到這個營造業 不是 這個製造業的像這個工業4.0 那還有這個智慧程式的一些方案等等 好 那前陣子也透過這個Postgre來導入像製作這種碳排的系統 那最近在做這些運動數據的研究 好 那就是我們都透過這個Postgre來做它的一個基礎 OK 好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topic就是這個Postgre16 好 那這個Postgre16我們為什麼要討論這個topic呢 好 這個就是 就像往年一樣 就是往年每一年都會有Postgre的一個大版的更新 好 那今年的話是第16版 去年第15版等等 那我們大概從第10版的時候就有開始 陸陸續續跟大家做這個Postgre的一個進展的介紹 好 那基本上每年它會有一個大的版 好 那當中還會有幾個小的patch來做一些更新 好 那我們在第16版的話 今年在這個6月的時候就有發佈這個Beta2 好 那Beta2當中就有增加大概200多個新功能 好 但是我今天其實沒有辦法講200多個新功能 因為其實東西實在太多 所以就有挑選一些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當然裡面還是會有附上一些這些資料來源是哪裡來的 所以假設說大家還有一些興趣的話就可以在網路上 我們從社群裡面到時候投影片也會上去 大家從Facebook的社群裡面就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好 那裡面有資料來源大家就可以再多做研究 好 那今天在跟大家分享的幾個topic 就有包含像它怎麼樣適應這一種大規模的環境的一個精進 然後還有它的monitoring跟它的client applications 還有像它的server端的一些管理跟微運的部分 還有這個localization 還有安全性等等 那SQL的這個function跟comments 還有performance跟它的logical replication 有做一些更新的部分 然後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那當中就是大概每個項目 大概只會挑個幾個項目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每個項目其實裡面都有蠻多的一個 就是它的更新的部分 好 那首先呢是這個適應大規模環境 那針對這個large scale的這種環境呢 他們在今年度其實大致上有做的更新 像是說這個平行的查詢的改進 好 就是像平行處理大概是在之前大概1314版的時候出來的 好 那在這個平行查詢 它其實細部還有一些還沒有完成implement的部分 好 那在今年的話就是發這個版就有一些 相對應的這些功能就有出來 比方說在full outer join或是right outer join的Ubar 這邊的話就有支援平行的查詢 好 那平行查詢它概念上其實就是 大家如果有修過平行的話就知道就是 它用CPU啊等等之類 來去做這個不同thread的一個分散的查詢 好 那就可以加速它的一個查詢的速度 你有四個thread那你就會可以增快四倍 那如果說你是八個thread那你就增快八倍 好 這是一個大致上的一個概念 好 但是如果說你在查詢的過程 它當然有分散的情形的話 它也會有一個回收整理的一個機制的過程 好 所以就是你會有其他的時間是會花在上面 好 但是整體來講就是你只要togglethread去跑的話 整個速度就會提升差不多就是幾個thread就會幾倍 好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除了在這個 這兩個join上面的話 那也包含這個string的aggregation跟那個array的aggregation的函數 那也都有相對應的資源 好 那可以看到圖片 就是我們過去是小張的圖是過去在15版的時候 他們如果說你在這樣的指令底下去下說 你要透過平行的方式來查詢 不管是做這個outter join或是right outer join之類的 好 那或者是這些aggregation的一個string aggregation 或是這個array的aggregate 好 那這些行為就是過去 它是會擋住的 因為底部還沒有implement 好 那現在就已經implement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開始使用 好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個這個統計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這個有一個pgstate.io的一個view 好 那這個pgstate.io的view呢 它其實就是針對你在有一些背景資訊的一些資訊 就是比方說你在後面可能有做一些這個backend的一個 它的讀跟寫的行為 好 那這些讀跟寫的行為 它就可以在當中做一些這個資訊的一些擷取 好 那裡面的話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裡面有提到像有這個pgstate.io tables 跟這個tgstate.io index 好 這裡面有個view 那就是有這個view有增加一個列 也增加這個上次的拜訪的訪問時間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你如果是在做後端的圍運的話 那這部分可能就跟你在後面背景執行的一些工作會有關 好 比方像這種autovanq這些的工作呢 它也都會記錄在裡面 那你在裡面大致上就可以看到說 你這個shared buffer的一個次數啊 或者你的這個ring buffer的重用次數等等 那就會在裡面有一些細節也可以看得到 好 那這部分就是比較是協助圍運管理的部分 好 那在這個適應大規模環境的精進 還有第三個項目是這個 透過postgrade fdw可以使用coby的語法 那對這個foring table來做批次插入的多筆資料 好 那這個也是就是過去它沒有implement這一段 那現在就是有資源了 好 就是以前我們在可能像是insert update update delete這一些的動作裡面 那就是針對它的fdw底下要再做一些開發 它才會針對你要目標寫入或是讀取的那個db 來做一個比較符合它的速度的一個 它的效能的一個這個執行 好 那現在就是在insert跟copy這兩個指令上面 它已經有implement上去 好 那只是說在update的這個 還有delete的這個項目呢 目前是還沒有 好 這部分就目前也還在討論中 就是看說可能之後要再怎麼做這種更新或是刪除記錄的一個批次的處理 好 那當然這個跟一些效能上的管理會有一些關係 就是你如果你都是已經是外部的資料 那你這些外部的資料它的對象可能是比較大型一點 好 可能你後面放的是no seql 那可能放的是這個log的一些資訊 好 那這些資訊至於有沒有需要常做delete或是update 可能這種場景就會比較少 好 那當然還是可能會有一些例外啦 所以就是這部分的話就目前在後續的版本 可能就是會再有新的一些更新 好 不過大家就可以知道在目前的fdw上面呢 在insert跟copy的行為 好 就是已經可以在這個當中來做支援了 做批次處理的資源 好 那後面下一個是關於這個monetary的部分 那monetary部分的話就是在這個postgrade它有一個buffer cache 好 那就目前就是有增加像這個buffer cache的usage的counts的這種函數 好 那這個函數它其實就是在這個pgbuffer cache的這個summary裡面 那就有添加這樣的一個功能 好 那大致上大家可以看到說 就是以後你就可以看到說你用這個指令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這個buffer cache的一個它的情形 那這邊的話大概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它的一個 它有點類似一個緩衝區啦 那你就在這個緩衝區裡面 在這個資料處理的過程中 你可以知道它的一個處理的大概情形是怎麼樣 好 那此外的話在這個下面這個exprime的這個語法呢 目前現在也有做一個參數化的查詢 參數化的通用查詢 那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過去我們在做exprime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做一些指數據 然後裡面就會有一些條件式 那條件式裡面的參數都是可能比較常用固定的值 那現在的參數就可以改用這種 就是你給它一個參數的一個parameter進去 那這個parameter進去的話就是 它可以幫你做一些比較general的分析 就是你看裡面就是打一個這個前字號 然後移這樣子的一個前字號移的一個內容 那後面的話它就是會做一個比較general的一個評估 那這邊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過去我們都一定要輸入一些一般的值 但是其實你在某一些情境底下 你可能那種查詢是比較隨機的 它的值會跳來跳去 那個可能就是像你這種情況的話 你用這種參數化的查詢方式的話 你就會比較能夠查詢到說 你不會只是查特定的值來做這個exprime的計畫而已 好 那如果說是針對一些比較 不管它是在table裡面比較多或比較少的一些情形的時候 它大致上會給你一個比較general的一個結果出來 好 所以它叫做generic plan的一個exprime的計畫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這個client-under-application 好 在client-under-application的話 就是在今年的這個版本 它在pgdump裡面有支援這個lz4跟這個zstd的壓縮方式 好 那這樣一種壓縮方式就是 它是比較屬於這種無時針的這個壓縮的演算法 那透過這種技術就是比較是可以取代過去的一些 像是透過這個gzip的這種壓縮方式來做一些更新 好 那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從過去是這種gzip的模式 然後換成這種無時針的一個快速的壓縮的演算法 好 那就是可以增加你的這個壓縮的速度 好 以及你在後面做微運的備份處理也會可以加速 好 那在這邊右邊有一張圖 就是那個 這邊是在這個lz4跟這個zstd的一個分佈的狀態 好 可以看到這個x軸這邊是它的這個壓縮的速度 就是每秒 每秒多少MB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是它的一個壓縮率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壓縮率來講 其實就都還算比過去的這個snappy都來得高一些 好 那在壓縮的速度來講呢 這個lz4的速度又更快 好 那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壓縮率來 壓縮率是 就看到時候你要選壓縮率高還是要選速度快 好 那你就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不同的選項 好 那在這兩個選項就可以來做一些選擇 好 就是看你要選快的還是選那個 還是選那個壓縮壓比較高的 好 那基本上來講這件事目前還沒有辦法做一個均衡 就是畢竟這本來就是用時間換空間 或是用空間換時間的事情 好 好 謝謝 好 抱歉 系統還沒有好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等一下這個session結束 中間應該還有很多維修處理的時間 好 那另外呢在 剛剛講到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時間換空間 空間換時間嘛 好 那在pgdump的話 它還有針對這個 當中有增加一些新的參數 就是你在這個partition table的這種情景下面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table intrusion 或是這個 exclude table intrusion的一些這種參數 好 那過去就是我們大概在用這種partition table的時候 你是沒有這些參數可以選擇啦 那你等於是你在做dump的時候 它就是直接針對那個partition table 就直接全部dump出來 好 那你現在就可以選這些參數 就是說 你可以要選擇說它的這個table 或是trusion是到哪一個階層 然後或者是說你的 你要排除掉哪一些table或是trusion的這些用法 好 那在這些 這些新增加的項目就可以來增加我們這種管理的靈活度 好 那下一個是這個libpq的一個平衡連接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在過去在做這個連線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是直接寫說host可能就有直接連到哪一些的server上面去 好 那現在在這些server上面 你可以在後面再多增加一個low balance的就是第二行這個low balance的host 那你在當中就可以選擇做random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你在做這個參數之後 它就可以做一個隨機分派的讓你做分流的行為 好 這個情景比較像是在當你有大量連線的時候 就是你的連線數非常多c10顆以上之類的 然後你就透過這樣的一個增加這樣一個這個parameter 好 那後面的話它就可以幫你隨機的分派 你到底是要連到哪一台主機上面 好 那當然這個這裡舉的例子是在這個replication的部分 但是如果說你是在做這些微運管理的時候 你畢竟還是可能會碰到這些大量資料大量的情境 好 那或許你就可以再使用這種low balance的host random的一個選項 好 那就可以分散你的連線數量 好 那在server端這邊呢 就也有一些更新的部分 比方像在initialdb這邊的話 就是當你在做這個初始化的配置 那它裡面就有一些新的參數可以在裡面做設定 就是你可以透過-cr或是-set 來覆蓋你過去就是任何配置過的參數值 好 那這邊就是這些的參數值 它也是會寫在這個 你在這個postgrade.com的這個文件裡面 然後這邊就可以做這些相關的記錄 好 那你在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那它上面會需要像這個 Rireheadlog來做這個logic的一個設定 好 這是它在這個initial的地方有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 另外在下面這個的話是autovancune的部分 就是目前有一個動態配置平衡的一個 平衡IO的一個功能 好 那就是過去我們可能在這個autovancune的時候 可能它的時間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那有比較 或者是你有比較大的table要處理的時候 好 那這個時候現在有新增的兩個參數 就是這個autovancune的這個cost limit 那或者是這個cost delay 那可以在當中做一些重新配置 好 那這個配置它是動態的 就是說你即使你現在還在做vancune的行為 好 但是你就可以下這樣的指令 那當你下這樣的指令之後 它後面就是會再做一些調整 好 那過去我們在這個緩衝區它大概是 就是設定它的緩衝區大概就是256kb 它的大小相對可能比較小一點 那如果說你在整個緩衝池的這個容量是不太夠的話 好 那它可能就會複寫到一些 你可能不見得想要複寫的空間 好 所以就是你可以在透過這些設置的時候 來調配它的一個配置值 好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那個vancune或是analyze來的共享記憶體的大小的調整 那就是透過這個有另外一個新參數 叫做vancune buffer的這個usage limit 好 那如剛剛所講就是因為這個值 我們大概都維持在這個256kb 那當然你的這個參數的設定值 你就可以再把它調得更大或者更小一些 好 更大的話最大可以到16gb 那最小是可以到12kb 好 那它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你在你的這個使用場景裡面 你不可以使用超過八分之一的緩衝區的這個高速緩存 好 好 另外在localization的部分呢就是 有這個ICU的一些相關設定 ICU是那個internationalized and unicode conference這一段 那我們在這個sql的這些語法當中 標準sql當中呢 它其實本身就有一些這種unicode排序規則 好 那在這些排序規則 你大概就可以做一些自定義 好 那大概比方像你的語言的環境 你怎麼讓它做一個重新的規範 好 或者是說你在制定一些時序性 好 比方最下面的例子是說 你可以把它時序排成以冬天為第一個的季節來進行 好 這可能跟 呃 它有一些場景啦 那我在猜想可能跟什麼會計系統啊 會計的這個 呃 捷報的這個季節可能會有點關係 好 但是 呃 大概就有這些的選項是 就是 又是一些可自己去定義自己去變動的一些環境跟參數 好 那在下面的話 一樣是這個libpq的部分 那目前有一個新的參數叫做requireoff 好 那這個 在這個新的參數它大概就是 就是有新增這樣的一個驗證身份的方法 好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裡面就是在這個範例裡面 好 就是有增加這個requireoff的一個功能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裡面有做一些設定 就是 呃 在這個offmate裡面 我們過去大概是常用的 呃 像是什麼trust啊 那或是password 那或是mdify等等 好 那現在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呃 現在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呃 Scrum 這個SHA的這個256的加密的方式 好 那它大概就是在你的這個加密的模式裡面 就是有再多一個 呃 這個金鑰的一個儲存的模式 那 此外它還有增加這個GSS API 跟這個Curberos的這個驗證的機制 好 那就可以讓它的整個安全性是 可以跟別的套件 呃 別的這個open 呃 別的這個方案 可以來做一些其他的整合 那讓你的這個server是更加的安全 好 那在下面這個的話是 關於這個sql functions跟commends的一個部分 那呃 在postgres 16的話就是它有一些 呃 增加的一些結構函數 好 那比方像這個json array json array aggregation 然後等等之類的 那就有增加蠻多的 好 那它的使用情境呢就是 呃 有一些東西是在以前postgres 15的時候就有發布過啦 好 那只是後來就是它大概也有在做一些修正 所以有將這些這些commends有在做回滾 好 那另外還有一些新的函數 像是這個 呃 array shovel 跟這個array sample等等 那就是array shovel的話就是可以針對這個 這個值來進行一些分析 好 那或者是說array sample可以 你可以去指定它的這個回傳的一個array的長度的內容 好 如下面這個例子 好 那像這種情境它大概是說你 呃 比方在做一些數據分析 然後做這個 呃 類似像什麼蒙蒂卡羅的時候 那對這些函 這些函數是可以對這些的分析是有很大的一些幫助 好 那接下來是這個any value的部分 那這個any value是一個新的 那這個any value是一個新的 喂 喂 喂 這隻有嗎 讓我講大聲一點 好 它看起來快沒電 好 那我講快一點 好 那在那個any value的話 它大致上就是可以提供你一些 呃 就是你就把這個方形放進去 那它就產生一些這種random數值給你 那這些random數值裡面就是 你就可以來做一些測試應用的使用 好 比方說像中間這個例子 就是當這些數字進來之後 那你大概可以給它做一些去頭去尾 或是去重複的部分 好 等等 那就來產生一些 你會有一些唯一的表這樣子 好 那 那 之外就還有包含像是這個 time step的這個 加減的時間間隔 好 就是你在裡面可以再做 時間來做一些增減 好 那這些增減就可以直接顯示 可以直接控制讓它的output值 那 或者是它在讀寫的時候的一個過程 輸出再成為這個 呃 sml 的一個 sml s 的一個一個格式的樣態出來 好 那在後面的話是在performance有些更新 剛剛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平行的 那 或者是批次處理的 那 現在是在這個bring的index裡面 輸出不可 Jasper 那 我有一個人先來一遍 emente已經去寫的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 記者 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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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